受持续强强雨影响 7月2日零时30分 湖南密罗江平江站出现洪峰水位77.67米 造成河水漫滴 多处内涝民众受困 平江县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现在的时间是7月2号凌晨3点半 我所在的位置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受洪水灾害区域的搜救现场 各搜救队伍正全力进行搜救 就在刚刚记者跟随救援队伍 一起进行了一场夜间搜救 共搜救被困民众约30人 记者了解到 霍西平江殉情告急 自7月1日起 并有数十只救援力量 先后从各方赶来持援平江 长沙越路蓝天救援队队长谭章说 他们到达平江后 便在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的统一部署下 投入到对受困民众的转移工作中 一直持续至半夜 我们的队员是在这个 这个密罗江的自由 治疗散遥散遥进行救援 然后一直到救援到晚上的八点多钟 然后又安排到老城区 把这些被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员在这里被困 与此同时 武警部队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平江 展开受困民众和财产搜救转移工作 我们现在了解的里面的话 有一个小区的话里面都还有接近百老人在里面 因为最深的现在目前初步了解局是已经达到了五六米了 但是现在总体里面还是平稳 大部分的居民的话就还是转移到这个高楼似的地方 平江县水文水资源局局长于斌分析 此次密罗江干流平江站出现如此高水位 于6月18日至今 平江县出现的持续性强降雨逆不可分 短短半个月时间内 平江县降雨量超过800毫米 而在往常 平江县一年的降雨量也才1000多毫米 目前平江县受困民众转移工作仍在继续 根据湖南水文发布的实施水清显示 密罗江平江站正在逐步退水 至7月2日13时 水位已退至76.58米 较洪峰水位下降1.09米 水位下降1.09米